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初陳基隆的地方 其實就是現在的隔壁島的這個區域 它在同一個基地上是 堆疊了不同的歷史的文化城 透過這一次考古的過程 真正的把它連接起來 因為第一次 我們有一些人的殖殖 從每個地上 Chilo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但可能是一種最有趣的地方 在台灣 非常多緣 非常複雜 它有不同族群 甚至有歐洲人來過的地方 對 島嵐就是比較下空 所以我們居民都住在這個島嵐 有些地方在耕耘的時候 我想說 你不是本地人 你怎麼找人家做 我們島嵐比較不會見 熱情 直接 沒什麼太多的 要去舉行說 你來自哪裡 過去當然還有各式各樣的人 他的生活可能被忽略 或他的意見可能被忽略 所以其實這個遺址能夠提供的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讓我們來解決 這個考古學上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應該限定的保留 把一個文化的要素 加進去的話 讓我們台灣的民眾 特別是地方的民眾 可以了解到 在這個土地上面 它的歷史的發展 如果我們很特別是天賦 我們要知道 它們不是天賦 不是天賦 一天 它們是有一次的 發展 是 這個